传统的贵族除了拿来当作建材和食材 现在还摇身一变 族人发挥创意与智慧 制作成文创商品 而最近几日是农历春节廉价 北部接连几天英语天气 民众趁着短暂放晴 出来走走 农历春节去哪走春呢 春节廉价在华山文创园区 举办水水市集 有很多特色文创小摊商 其中具有原名特色的贵族编织而画 成功吸引民众目光 但过年期间仍然能见到不少民众 趁着假日和亲朋好友 又出来走走 但业者说近日因为天气不佳 多少还是有影响了人潮 现在摆摊第五天 其实人因为有下雨 然后也是有下雨的状况 一定会影响到人潮 所以就没有什么人 可是今天天气好 所以就很多人 蛮多人的 业绩随着人潮而波动 但农历年假才过一半 业者就希望有在台北的民众 都能到华山文创园区 认识泰雅族与贵族的文化 让竹子再次走进日常生活中 业绩新闻给大家一顾台北市采访报道